打開葉子 小米之外 還包了蝸牛 竹筍 豬肉等 這是部落傳統美食 但從十八號凌晨開始 陸續有多人不是送醫 而這些患者似乎都吃了他 大部分都吃這個 患者吃了小米粽之後 出現嘔吐 暈眩 呼吸不順暢 發抖 口吐白沫等狀況 嚴重的則搶救後不治 凌晨四點多來之後 經插管急救半個小時左右 就不治身亡 然後另外一位 在七點左右的時候 狀況比較不好 經過插管之後 目前的生命跡象穩定 等下會轉入我們的家戶病房 引起大家疑慮的是裡面包的蝸牛 當時蝸牛是在村落旁邊抓的 分送給曾姓阿嬤 村民說通常抓到蝸牛後 都會放在清水裡吐殺 放置兩到三天後 乾淨了才會作為料理食用 而前一批吃了這些蝸牛的人 都沒有異狀 而另一食材則是包覆小米粽的葉子 家屬說是使用克蘭液 而衛生局則是說血同液 衛生局18號早上也到場勘查 就是要釐清食物中毒原因 如果是農藥的話 有可能是跟有機靈有關係 看起來比較像神機性毒性 先用藥排除 或是說比方說心跳變慢 用點滴看他們能不能哪些氧氣 最主要先為他們的生命真相 一是懷疑是神經性毒性 原本參加親友喪氏 親友們卻疑似集體爆出食物中毒 到底是包的葉子還是裡面的餡料 或是哪個環節出了問題 還有待衛生局化驗釐清 TVBS新聞劉警員何可言台東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